一年一度的新北市国小校长会议 上午在昌平国小举行 市长朱立伦和每一位校长握手拍照 还不忘把握时间 关心各校活动办理情况 以及工程进度 朱立伦期许每一位校长莫忘初衷 他也认为会担任校长职务 绝对不是看在薪水 而是对教育的使命感 哎呀 这个跟当校长跟当市长 一样的心情啦 人家过去的讲法 可能是当官 现在大家都说摇摇头说 不要当官 一样的 我当老师当很快乐 我为什么要当校长 我相信每一位担任校长的人 绝对不是为了那一份薪水的差异 每一位担任校长的人 都是我们秉持对教育理念的初衷 所以我每一次都讲 莫忘我们当时投入教育的初衷 朱立伦表示 以前校长可能是个领导者 但现在的校长更是一个协调者 团队的一员 办学就跟市政工作一样 必须具备两心两力 要有企图心 学校才会朝气蓬勃 对孩子家长老师要同理心 问题就容易解决 并且要发挥协调力跟执行力 这样力才会一成十 十成百 朱立伦不断向校长们强调 团队力量很重要 如同同军精神 今年起 另一个农立目标就是要校校有同军 记者蔡秀慧新北市报道 也要以赢了 真的又想要 我都想要 帮助地 打压 我